精緻的竹編便當提籃呈現傳統竹編工藝之美 而大大小小的旅製便當盒 則是四五年級生的童年回憶 還有大稻城老店玻璃路西餐廳特製的白鐵家營餐盒 充滿著老台北人的摩登浪漫 迪化207博物館推出便當特展 透過各式各樣的便當盒及珍貴老照片 訴說台灣便當的故事 我們發現便當的這個歷史 它可以從日治時期大概1930年代開始說起 然後一直到我們的近代 那在便當的一個收藏家所提供的展品當中 大部分也都是屬於這個年代的一個展品 那可以看得到在早年的便當盒的一個設計 無論是材質跟樣式上面的到現在的一個轉變 那像我剛剛說的就是會從一個 Alumi到現在的一個不鏽鋼的一個演變 那包含它的一個扣緊的一個方式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轉變 而我們也可以從圖片上面可以看到大家所謂的菜色上面的一個變化 像早年的便當絕對是將近五分之四都是飯 然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層的一個菜 然後以及到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由我們霧桃池上 哪一個便當所提供的一個現在化的一個便當 會發現說隨著時代的演進 大家所強調的一個飲食內容也是會有這樣有所不一樣的 展覽中特別介紹在民國40年代起源的霧桃池上便當 以及民國60年代流行的包飯 業者將四菜一湯盛盤放入鐵盒中 以機車外送至店家 讓忙碌的店家老闆與員工也能輕鬆共用盒菜午餐 除了講到便當之外呢 也不要忘記一個曾經存在在台灣經濟起飛非常重要的一個行業 就是包飯的一個部分 那包飯它又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行業 它介於就是在便當大量生產之前 那它是屬於就是以前在經濟起飛的時候 大家生活非常的忙碌 那特別是在上班時間 那透過叫包飯這樣子呢 一次就是四菜一湯 然後來解決大家中午的一個民生問題 那這樣子的一個特殊的行業呢 現在在迪化街呢 目前還有兩家業者 然後還在持續的為大家服務 隨著時代的變遷 營養午餐取代了家裡的便當 讓孩子帶著家裡的味道 到學校的那份親情消失 而透過便當特展 也希望讓民眾在老房子中 重溫舊時代裡關於便當的特殊情感 記者林奇惠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